这场网恋奔线差点死人 看见小美比自己大30岁 大力突然被面包噎住 她赶紧喝水咽下 可气管被堵得严严实实 大力感到无法呼吸 马上就要窒息而死 服务员健壮赶来 抱起大力一顿甩 可情况却更坏了 大力直接陷入昏迷 小美立马做起心肺复苏 因为只要缺氧超过5分钟 就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服务员赶紧替她拨打了求救电话 可接线员却说 救援队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而大力根本等不了那么久 情况紧急 小美只好答应 接线员远程指挥 让她准备好小刀和笔筒 小美摸索一番找到了 接着对准大力的气管 切开一个直径为30米的小口子 小美鼓起勇气 拿起小刀 非常小心地划开了一道口子 场面有点血腥不能放出来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操作 把手指插进去撑开气管 然后快速地替换成笔筒 最终大力醒了过来 其实只要遇见对的人 晚点遇见也没关系 下一集 凌晨老奶奶报警 窗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有请不吝点赞 上线的电话 转发多了事件